这一支影片主要介绍FeesLab物件侦测标记工具的操作方法 首先准备好预标记的图像资料夹 里面放有上位标记的扑克牌图片 通常标记时会准备两组资料 一组是训练级,提供AI侦测模型训练使用 另一组是验证级,作为检视训练成果使用 准备完毕后,点选桌面FeesLab组程式 依次点选物件侦测标记工具,进入标记工具操作界面 在左侧上方目录可以选择想要标记的资料夹 接着在左方标签栏按右键输入预标记的扑克牌标签 为了达到快速标记的目的 本软体也提供使用者方便快速完成的操作 常见的快捷键有 上一张A,下一张D,以及产生标记W 标记时选择标记 按下键盘W或是标记工具新增标记 在预标记的物件对角线使用滑梳左键 拖曳即可完成标记 标记时尽量使标记框贴其物件 当一张图像标记完成后 按D则可切换下一张 上方标记工具可选择清除该图所有标记 或是回到上一个步骤 如果想要删除标记 点选标记框 出现选取画面时即可按Delete删除 标记完训练资料后 可依相同方法标记验证资料 这边要注意训练资料与验证资料的标签数量 和种类需要一致 标记资料与验证资料 标记完成后按首页即可回到首页 进行下一个操作 进行下一个操作